那么佛教教育是以明心见心为目标 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心 见心就叫成佛 所以明心见心就拿到佛陀这个学位 佛陀是学位的名称 像我们世间波斯 最高的学位 你就得到这个成佛 所以佛是教育 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说 佛就像孔子一样 没有政治地位 佛还有 佛的政治地位是过世 当年在世 十六大过往 皈依释迦牟尼佛 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过世 他还有这个头衔 这是附带的 正规的 那是他的真正正德的地位 是佛陀 佛陀是学位名称 菩萨是第二个学位 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 像现在大学 波斯 瑟斯 学死 三个学位 佛教承认神 尊重神 离境神 这就像我们现前社会一样 阿 你是个有学问有道德的 你对于国家元首 一定是尊重 尊敬 阿 是这样的关系 讲智慧 智慧有知识 知识里头没有智慧 阿 佛是智慧圆满 知识当然也是圆满 没有一样不知道的 能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的路 离究竟苦 得究竟路 神也能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的路 不能究竟 究竟是什么 脱离六道轮回 是离究竟苦 往生极乐世界 是得究竟路 那么在无量法门里面 不讲极乐世界 将祝福如来 实报装沿途 那就是究竟路 释迦如来的 释报图 是华藏世界 密宗里面讲的是 密淫 净土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大臣教律书 一二三三二一 都是同一个境界 过宗 说法不一样 实际上 它是想通的 大臣教育 敢 为了 个人 已经 专门了